只要是美國最初 美國最初,再製作美國最高 特朗普上台之前的口號我們就聽得多了 不知道他上台100天究竟做不做到事呢? 特朗普上台之初急急兌現承諾 遷了很多行政命令 到目前保守估計至少都有32項 比起以前之後的美國總統都重要多 當中比較受爭議性的行政命令 就包括廢除奧巴馬醫保計劃 退出TPP、入境禁令等等 特朗普一方面似乎要顯示自己是一個爪數真漢字 另一方面就希望與奧巴馬之家 make a difference 但特朗普最近似乎打刀作有的我 在一些政策上作出了大U-turn 推翻自己之前競選時的言論 說要與中國搞對抗 但是與習近平在莊園回面之後 就來個Happy Ending 話說要與俄羅斯打好關係 誰知不聲不聲就用了59枚的戰斧導彈 空襲了俄羅斯在背後支持的敘利亞政府 令到美俄關係可能再次陷入低點了 從他的U-turn可以看到 特朗普似乎慢慢走回共和黨的主流路線了 如果想知道更多特朗普的八日申請留意零一周報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